Daddy 晋升洗碗经理的考核标准出来了 一天呢,谁先洗完两百个碗 谁就是洗碗经理 老板偷偷传授了小新一个秘籍 他说小新只要买个洗碗机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洗碗经理肯定就是小新了 Daddy 你快给我买个洗碗机 小新要当经理 小新要快点给Daddy买法拉利